在异性交往中 女人都渴望被男人宠爱 被男人呵护 而轻易接触是他们最渴望的 在性生活时 男人都知道亲吻女人 但却不知道亲吻女人的敏感点 这就干大了 身体是女人的 只有女人最了解自己的身体 在关灯后 在关灯后 女人最渴望被男人亲吻的三个地方 第二个被嫌葬 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拉近你们之间的小方法 掌握好这些小方法 轻轻松松逗女友开心 你必须知道小技巧 女人最渴望被亲吻的三个地方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亲吻会为你们之间 带来不同的感觉 哪些地方是女人身体的弱点 亲吻的时候最让她心动呢 耳朵关灯后 女人很想男人亲吻自己的耳朵 因为这里是开启身体情欲的钥匙 在耳边说着情话 或者轻轻吹一口气 甚至轻轻撕咬都给带给她电流般的刺激感 很快就沉沦在情欲之中 小女人的狱卒是很敏感的 但是很多男人却觉得这里很糟 很臭 甚至觉得有的女人又香港脚 怎么下得了嘴续亲吻呢 但这也是个别吧 大部分的女人的脚还是很香的 牵牵欲足 敏感又诱人 想要征服她 就从她的脚开始吧 大腿有人说 女人怕痒的部位都是敏感的 的确是这样的 尤其是女人的大腿内侧 因为很少碰触 所以更加的敏感 轻轻一碰都能够让女人为之而动情 气抗拒又渴望 往往身体反应大于理智 她会由被动变成主动 你就坐享其成了 女人的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当你亲吻她的手背时 女人会觉得你非常尊重她 她会有一种女王的感觉 女人天生就很缺乏安全感 当你亲吻她的手背时 她会觉得你非常有绅士风度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你们之间的亲吻会变得麻木 时间长了也渐渐没有了感觉 但当你轻轻地吻向女人的手背时 她会变得十分感动 因为你给了她最好的尊重 女人的耳朵 大家肯定都知道耳朵距离大脑非常近 亲吻耳朵可以更好传递给大脑爱的讯号 据研究调查 90%的女性耳朵都非常的敏感 当你轻轻地在耳朵呼吸 慢慢贴到耳朵上时 女性心中会十分地愉悦 全身酥麻的感觉 所谓耳病思膜也正是如此 女人会从中体会到你的身情和对她的疼爱 这个时候时候是你离女人最近的一刻 记住这一刻的感觉 研究结果显示 没有女性不愿意被伴侣亲吻自己的耳朵 亲吻耳朵带来的感觉 又言语表达显得十分苍白 当然在亲吻耳朵的同时 可以增添一些特别的情绪 亲吻可以更好地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女人脖子和锁骨 相信大家最常见的吻痕就在女人的脖子与锁骨上 亲吻一个女人的脖子是最经典的方式 女性神经分布最广的地方就是锁骨和脖子这一块 能让她的激情迅速地燃烧 神经带来的快乐地使女性十分地享受 男性需要轻轻吻 不可带力强吻 脖子附近有非常多的神经血管 因为吻的挤压会造成脖子上吻痕的出现 大家也叫做草莓值得注意的是 在吻的过程中一定不可用力吸水 一旦对神经血管造成伤害 我们是无法逆转的 亲吻是爱人之间轻逆的行为 表达着深深的爱意 男女之间的交往 亲吻往往是打破普通朋友关系的重要一步 一旦亲吻过后 代表着两人关系的升华 无论是哪个女人 都需要男人的保护 坚强的脆弱的 如果在一段感情中 男方总是一味地在索取 享受女性为她带来的愉快 却总是忽略女性本身需要的愉快 那她一定没有她说的那么爱你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因此人们就一定要找到 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来让自己享受人生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能感受到很大的快乐 但是你知道吗 在做内建的时候 男人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来让女人更加的放松 这样男人也就能得到更大的快乐 这主要的手段就是亲吻 感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男女都希望自己所欲皆良人 是自己心爱的人 不用太发礼胡上 只需要简单幸福 且长久的爱情就好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所以多数男女以为的真心 其实时间推移 即使是在一起 甚至是已经有了婚约的感情 最后也不能好聚好散 很可见可见 感情都是会变的 关键的是自己要想好 不要选择了又去后悔 咱是都有好有坏 后悔是最痛苦的 所以感情赞轻 简不断里还乱 真心喜欢一个人 也要留着几分的清醒 如男女之间 男人出轨后 会有三个明显特征 也不幸相信自己的感觉 找到证据可以果断离开了 被叹不值得回头 开销变多 感情里只要一个人在感情里面不忠诚了 背叛了感情 就意味着有很多花钱的地方 尤其是三心二意的人 况且感情里 感情里 背叛感情的人是男人这一边 女人从男人最近花钱的流水账上 就能察觉不对劲 男人出轨后 插足别人感情的女人是会贪心的 而且除了想要让出了鬼的男人和你分手 还更喜欢争和强 毕竟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女人选择去插足别人的感情 而不是正儿八经的和一个人谈感情 因为只想要现成的 所以感情里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是人就有可能背叛感情 变心不忠诚这一道感情 女人找到男人出轨后的证据 如给谁花钱了 开销大在哪里 然后就分手吧 不知道在忙什么 她不会告诉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逐渐开始喜欢遮遮掩念 不会在乎你的心情 她是不给你安全胆 她老是让你忍不住猜测太多 甚至猜测她已经不爱了 可能已经出轨了 无疑感情 不是空穴来风的 喜欢的时候 喜欢的时候会有真心真意的感觉 出轨了 故事了 欺骗时候 就会有不安的感觉 尤其是女人的第六感 相较于女人的潜意识还要敏锐一点 加上女人的感性思维哦 显然感情里 男女相处 男人出轨后 会有不知道在忙什么的明显特征 女人因此就会从此处开始觉察到 男人在感情里可能背叛感情的感觉 别怀疑多数找到证据 其实就可以断联系了 一个人内心再坚强 还是会有柔软的一面 自然感情里 一个人背叛了感情 男人出轨后 伪装得再好 也会有背叛感情的迹象 因为是人 不是神仙 所以凡事做不到完美 即使是谎言 也是需要更大的谎言去遮盖 因为再小的谎言 凡是有心人去觉察 就能感觉出来 所以男人出轨后 显然背叛感情的男人 会有心虚的表现 内心里会知道这是不好的 但是还是选择这样的方式 去结束感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 是人体问题 还是感情里的爱情观念 只能说爱 要留有几分亲情 别被喜欢辜负 被别人感情的人 所利用和消耗 女人觉察 男人出轨后 会有心虚和不敢说真话的特征 不用去动怒太多 做好分胎该做的 找到证据 找到证据 会选择离开 再也不联系 不爱 不好聚好散 便是一辈子的仇人 不相往来 感情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 多数女人而言 他们呢之所以给了一个男人 并且一心一意对待这个男人 爱着他不会变心 其实不是缘分就足够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人靠几句话 就能让一个人真心以待一辈子 喜欢一个人 追求一个人 人之常情 就像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也有主动去追求的模样 爱勇敢一点 说出来别人才会知道 即使最后无法在一起 那也只是缘分没有到 男女彼此不是合适的人 仅此而已 所以爱情 没有对与错 也没有谁输谁赢 只要真心以待 日常相处中懂得珍惜 去经营感情关系 就足够是爱情 显然男人男人 想要泡女人 不是贪行 而是做好这三步 爱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真诚的人到哪里 都会有人情不自禁地 想要去与之打交道 甚至是建立真感情 因为人与人之间 太多算计 太多权衡 权衡 太少真实 感情也是如此 有的人不爱一个人 却总是瞒头我爱你 最后无疑都是假装出来的 根本不喜欢 也没有打算一辈子 只是在利用别人的感情 而一些人 真诚的人 对待感情不会敷衍 也不会自卑 而是顺其自然 爱勉强不了 爱上一个人也没有错 这是源自来了 因此男人男人 越见真心相爱了女人 男人想要泡一个女人 正常的状态不是讨好 而是做好真诚这一步 足够了爱与不爱 有心有情的女人 真诚了就能看出来 主动邀请独处这一步 感情里助主动邀请 就是有情有心的表现 因为喜欢 所以即使是紧张的情绪 也会想了去克服 才不会计较谁主动谁不主动 胆情男女自己根本就分不清楚 更别说要算清楚了 权衡利弊也就是合适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是凭着喜欢的心情 所坚持下去 所以男人 想要泡一个女人 说明还是喜欢的 至少喜欢的感觉出现了 而很多人不经意间 就是一辈子的真爱 爱一个人没有什么讨好不讨好的 只有真感情和假感情 爱就会是表现出我的样子 男人表现出来主动邀请女人独处 这是相处呢 发展感情的这一步 有这个意思 女人不会不知道男人的心 知道了 女人喜欢就说喜欢 不喜欢也不喜欢拖着 男人看清女人的人品就好了 做好情绪价值交换这一步 男女才能互通心意 想要泡一个女人 喜欢上一个女人了 男人别太较真 而是认真即可 爱情里被爱和主动去爱 没有高低贵贱 不爱才是一场空 胆情里男人去追求一个女人 不是讨好 而是争取自己的爱情 想要什么 男人自己很清楚 不会想要错过 当然男人也敢爱敢恨 不爱了不喜欢说明不合适罢了 不用勉强 男人而言 可见多数男人的心 都是足够真心 情绪价值交换 找到女人的心 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毕竟感情里 多数女人是感性的 情感是世界里面 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多数女人的心中 喜欢上一个男人 会先看清楚男人 对待感情的态度 长久感情还是短暂感情 都合适 所以男人不会看不清楚一个女人 因为多数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以后 就会主动让男人看清楚自己爱上男人的心意 感情不区分性别 也不看年龄 很多年龄差的人在一起了 也会幸福一生 感情不管是为了何事 为了何事 还是为了真情 又或者是为了物质 真正的喜欢 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是动了真感情的 男女只要在一起相处了 不管是何种原因 只要是人 就会有情绪 就会有感情 日久生情就是如此 所以中年女人想和你发展关系 就会有如此的表现 装不了